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單獨 唷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前陣子是消失了一陣子 人間蒸發了五天 可能也沒有人發覺 我消失那五天在幹嘛呢 就是我被叫招了 什麼是叫招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男生患病以後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八年內也還是可能會被叫招 叫回去複習 所以叫招要注意什麼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要帶什麼東西呢 接下來三度就為你解答 基本上叫招呢 你晚去一個一小時或十幾分鐘什麼的 其實這次還OK啦 不會什麼事 但如果你是晚了半天啊 或者是一天這樣的話 你晚來多久 那大家回家以後 你就要在營區待多久 補回那個時間 如果是超過兩天以後呢 你也不用來了 你會被直接抓走 軍閥處置 請問班長 叫招在幹嘛 叫招這個用意呢 其實就是要你複習一下 你這些當兵學的東西 如果你是炮兵 像我是炮兵喔 每人都在打炮 每人都在學炮的東西 那回去就是複習一些 關於炮的一些相關知識 那如果是步槍兵的話 可能要去打靶之類的 那除了複習上課以外呢 都要幹嘛 都要排隊 吃飯要排隊 洗餐盤要排隊 洗澡要排隊 買東西也要排隊 三天後 你連上車的時候 大便都要排隊 總之就是排到你爽為止 請問班長 教導會選到什麼 除了我剛剛上面說的以外呢 你還會學會 玩草 玩螞蟻 在地上畫圈圈 對陌生人講幹話 拿賴打去燒馬路 把垃圾放在前面那個 同袍的水壺裡面 把一些小石頭啊 樹葉啊 樹枝啊 塞到你前面那個同袍的屁股縫裡面 覺得是你在家體驗不到的諸多樂趣啊 請問班長 教導姐姐可以使用手機嗎 現在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使用手機的 分別是三樣時間 午餐後 晚餐後 還有就請前 沒有開放時間呢 手機就是 同意給展望保管 那用手機的範圍呢 也僅限在中山市裡面 為什麼要在中山市裡面 不能拿出去用呢 因為怕你會洩漏國家機密啊 例如說 一年四季 不管多熱多冷 他都能生存的 人間兇器 蚊子 還有在後山裡面 沉睡已久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從墳裡面爬出來的 都市傳說 還有夜深人靜的時候 被封印在廁所裡面的 四角獸 哇塞 這些就是在均衣裡面 傳說中的秘密武器啊 絕對不能讓國外知道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手機呢 還是在中山市裡面用就好了 如果不要先拍到這些秘密的東西 洩漏出去就不大好了 朋友們長 教導要帶什麼東西 如果你是夏天教導的話 因為比較熱 所以呢 是不能帶自己的內衣的 我是說裡面穿那件衣服叫內衣 不是女生那個 內衣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帶來的衣服 跟走的衣服 這樣就好了 還有你的襪子啊 內褲 你住幾個晚上你就帶幾件 其餘就是 換洗用具 沐浴用具 毛巾他們會給 在軍中呢 要穿他們的白上衣 很像阿公 我知道 但是大家都這樣穿 你也必須穿 如果是冬天教導的話 會比較好 因為冬天比較不會把迷彩上衣也脫掉 所以裡面就可以穿自己的衣服 然後有個很重要我想分享給大家 就是軍中發的那些日常用品 像我剛剛說內褲襪子 毛巾這些東西 它是用一個防水袋可以裝好的 但是防水袋呢 一開始不要丟 因為你的髒衣服 髒襪子 髒內褲也可以放裡面 把它密封起來 完全不會有味道 非常的棒 另外身份證跟印章也要帶 領錢時候用 多少錢啊 一天七百塊吧 如果你住比較遠的話 或者在外地工作的話 記得要申請工作證明 然後這樣錢會比較多一點點 一點點 還有零錢可以多在一點 因為在營訓裡面 可以投飲料 投麵包 投泡麵 招招麵跟我沒有見過 當然裡面也是有便利商店啦 只是人很多 幾刀報就失了 喜歡班長 教招的班長還是小媽 而且教招跟心訓很大的不同 因為我們教招的招遠呢 我們都是已經被訓練過 只是回來複習而已 所以基本的東西其實我們都懂 班長長官教官 他們其實也不會太叮我們 其實都是很放鬆的 對我們也是很溫柔 都是好好說 不會像對新兵那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新兵就是 菜幣吧 錢幹 沒有開玩笑了 新兵剛進營區 一定是要嚴厲的教育 但我們已經被教育過了 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只要提醒我們一下 我們基本上都不會出問題 其實我們這五天也是 非常安然的這樣度過了 展觀他們人真的超好的 請問班長 這是被教到以後 還會教到我嗎 基本上八年裡面 最多會被教四次 如果你是被教一次的話 那恭喜你兩年後 你應該還會再被教一次 我就是被教兩次 所以我會退伍四年了 被教兩次 基本上被教兩次以後 通常就不大會被教到了 那如果你被教第三次的話 恭喜你可以去買樂透了 你是這個非常幸運的幸運兒 如果你在八年內被教了四次的話 哇哦 你跟國軍真的是非常有緣啊 這時候不簽下去 什麼時候要簽下去啊 趕快簽一簽嘛 兄弟 國軍需要你這樣有緣分的人 咔 在召喚你 有沒有人啊 跳到我會累嗎 抄個什麼 基本上都是不會累的 但是我累的就是 心態會很累 乾淨去 就在倒數 啊 還有四天半 啊 還有四天零三個小時 啊 啊 還有四天零六十分鐘 嗯 怎麼那麼慢 但你習慣在裡面的每一天以後了 要解招的前一天 你也會覺得很累 啊 又要回去上班了 啊 又要面對那個靠北老闆 還有那個低能同事 啊 還有好多錢沒有繳喔 其實在平時的生活中突然消失個幾天 然後到營區體驗一下安靜 沒有被3C產品綁架的生活 其實是很不錯的 無憂無慮 沒有壓力 沒有什麼煩惱 沉澱一下自己 好好想想未來的規劃 有時候累的 是我們現在現實的生活 跟環境 哇班長 聽家講話都還不錯耶 那下次教掌你還要來嗎 MUY 最後一段話 我要送給陪伴我五天的那些同袍們 這些同袍裡面 有不抽煙就會死 抽了太多自己又說會死的人 小胖就是你啦 還有 教掌的時候自己一個人感冒 解招以後穿大家感冒的人 阿漢就是你啊 還有 頭上有一條刀疤 把別人嚇到不敢講話的人 李宗憲就是你啊 還有一到休息時間 你就要寢視強姦沒被的人 阿糕就是你啊 還有從頭到尾講話都不會超三個字的人 半頭就是你啊 還有就是睡在我旁邊睡了四個晚上 到最後一天我才發現 原來你是喜歡男生的人 你哈囉 開槍就是你啊 開槍 怪不得每天起床的時候 李宗憲跟蘭志佳都說什麼 生喉嚨生喉嚨我都聽不懂 還有教會了我 劈腿 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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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嚇那腰被我嚇到了吧 大風車之類特技的人 喔塑噓 欸天啊欸天啊欸天啊 蘭志佳就是你啊 謝謝你們這些同袍 四天半的陪伴 讓我在這個教導的過程中 過得很快樂 很充實 很開心認識你們這一幫朋友 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出来吃飯 通常講這句話的人 都是在唬爛 最后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助教 谢谢教官 谢谢班长 谢谢各位长官 谢谢连上一起生活的弟兄们 谢谢你们 说好的 下次如果还被叫招 要一起出国哦 感谢观看